看这个巨大的航空箱 这个东西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行李箱来用 那这个是由拳头总部寄来的一个神秘礼盒 我这有可能是中国博主里收到的唯一一份 这边是FedEx从美国寄到上海 然后这个箱子本身叫海马牌 Made in USA的一个箱子 这箱子我感觉单买也得四位数吧 开关是在这边 非常有仪式感 这还用蜡给蜡疯了一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里面是啥 把这个箱子可以先拿下去 那说实话这个盒子的外观看上去 很有树锐码的味道 它这个纹路像是太阳圆盘 然后它颜色也是这种沙漠颜色的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把匕首啊 匕首上有个眼睛 这应该是那个新英雄叫什么了 那那那亚菲利是不是 百列名犬那亚菲利啊 这是新出的那个暗逸的刺客的那个狗的英雄 好像这个是它耳朵旁边 圆化耳朵旁边带的那个金属的耳坠 这块应该是金属的 但匕首不是很沉 匕首大概我感觉就一斤多 做的还是很栩栩如生的 然后刀刃这边都做了处理 做旧 但是没有开刃啊 就是一个摆件 这个道具它只是一个艺术上的复制品 不要尝试去真的去用它 它这里面居然还有电池结构嘛 那这是要怎么用呢 哦这里面它有电池和一整个音箱 那这个我怎么能让它播放呢 是不是没电了这电池 我换个电池试一下 OK那我去补了一下背景资料 然后顺便换了件衣服 那关于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其实是这样 我刚才已经给它换了电池 它这里面有一套电路板 这样是盖住 然后你打开 然后把它拿起来 哇哦 听到没有 这个声音很酷啊 它应该是做了一个触发式的开关 它底下这个电路里面有一个音响 然后这边连着一个磁性的 一个磁吸的检测 然后用三个电池 然后还能调节音量 我觉得设置的还是很有心思的 然后关于这个新英雄 娜亚菲利 它也是一个暗翼 只不过呢 这个暗翼它不太一样 它应该是第一个附身在非人形生物上的暗翼英雄 那它的本体呢 也是被封印在了这把匕首里 有一天有一个盗墓贼来 把这个匕首给盗了出去 那它知道暗翼很可怕 所以它非常的小心 就没有主动去触碰这个匕首 所以它没有像建模呀 那些英雄那样被夺舍 但是呢这个人好像不小心遇到了一群沙漠里的狼群 还是犬群 然后不小心被干掉了 然后这个狗还是狼 它碰到了这个匕首 所以它就附身到了百列名犬身上 所以它就成为了第一个非人形附身的暗翼 据说有一些暗翼英雄看到它还会有一些台词 说什么你怎么变到了狗身上 这个匕首虽然是一个工艺品 但是它从做工来看 从它整体的收藏性上来看 我觉得非常酷 尤其是非卖品 然后我觉得拳凸这种新英雄的营销模式非常好 我觉得以后可以多来点 以后来点什么新英雄的时候 咱们多搞一点这种对吧 反正我家还蛮大的 还放得下 所以希望拳凸可以多多考虑一下 只可惜它不是人形英雄 否则的话你可以拿去做cosplay 但是狗的话这个没法cosplay 所以就收藏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拜拜